程式贴上 所以就这一段 特别是总数一直到1 越来越少 这样的写法的话 这个我还蛮常会用到的 然后就把这一段 把它放到我们的 这个程式底下 就有删除 我改了一下 资料以外的工作表 这样的话 就是如果你将来增加多个的话 也不用担心 切回来之后的话 那当然底下我把那个按钮加一下 所以把这个复制 贴这个按钮 利用这个按钮来修改 所以指定它 它是这个好了 然后把这个名称一样复制 把它改一下 那这样应该就可以 在你执行之前 它就会自动删掉 不过其实更贴心应该是说 防呆 干脆你按下它之前 先检查一下 有没有这个名称 如果有干脆你把它删掉 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我目前没有写那么细的 至于就是如果你将来要避免掉一些错误 你就要自己去把这个问题排除 OK 所以我们现在想到的是 我多一个按钮按下它 不过它很讨厌会出这个 这个怎么办 其实好像早上的课我有讲 如果你不要让它跳出 跳出这个讯息的话 你只要加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就是你只要让它不要跳那个的话 就是在这个Sub的后面 呼叫那个Excel的物件 就是Application 它是Application 对对对 这个应用程式 这指的就Excel 所以Excel它里面有一个关掉 那个Alone 那个叫Alone 讯息提示方块 所以关掉的话就是叫 要不要显示 显示的话是Display 所以你打一个DIS 这边就有个设定 就是叫要不要设定 要不要跳出这个Alone 那不要的话就等于 等于就开跟关 那我把它关掉的话就Force 那如果你加这个讯息的话 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跳那个 要不要删除让我看到了 那每次很麻烦 如果一个删一个就按一下 那如果十一个 不是按十下 那麻烦 对所以我们如果这个 我们先产生一下 这应该没问题 这个删掉 它刚刚会跳那个 是否删除 我按一下看看 它删掉了 但是它没提示了 OK 所以只要再加一个讯息提示 关掉了这个叙述 这样子它就不会一直跳 因为目前只有一个工作表 它只会跳一次 但如果以后 如果你一堆工作表 就一直跳 所以你只要加了这个之后的话 它就不会再跳了 OK 这个的话呢 加上去 那其他的那个 这个按钮的话 请各位就自己完成 那下一次上课也许了 因为我们进度要超前一下 所以下一次上课也许 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好了 抓那个大热头 所以下一次的话 请各位回去稍微把它预习一下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 总共有76页 我是希望说一键就按下去 76页全都出来 然后呢 有个目标 就是帮我统计一下 大热头历史资料里面 哪一个号码出现的次数 或者是几率是最高的 OK 然后并且排名一下 比如说1到49号 哪一个号码 在什么 甚至你可以自己再加参数 在什么时间 什么状况下 出现哪一些号码的几率是 最高的 你可以自己再下一些条件 OK 不过我们不要太单纯 所以重点是爬虫 跟算出总共的几率就好 OK 其他演变的话 就自己再去发挥 我们就不是算名牌 就是只是说 做一个简单的爬虫 所以回去请各位先把 今天的部分再预计 我一样会把影片 上传到那个YouTube上 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可以在下方留言吧 或者你们可以在 其他地方也可以发问题 今天先到这里 好 好 好 我